大家好,我是林老师 有妈妈来说问到说 什么叫做主题式学习 那基本上呢,就是老师会定一个主题 比如说我们整个暑假的主题是原意 那我们怎么把原意扩充到其他 像是自然科学啦,social science啦 或者是一些艺术的课 那像我们今天呢 我就把所有的字母 都贴在这个板子上 那因为我们叫的是原意呢 所以这些字母就会出现在树上 像这样你把它贴上去 然后有一本书呢 叫做Chika Chika Bun Bun 它的就是一棵椰子树 上面很多字母的一本书 那我们就利用它的故事的延伸 让孩子们找到树上的字母 然后呢,我就会让学生轮流 把字母找到之后 贴回来我这个板子 那这是我们昨天的练习 所以还有一些些痕迹在这边 所以它找到歪,它就贴回来歪 每个字母都会,待会会把所有的字母上去 那因为这样是原意呢 说我们怎么把自然科学带进来 我们就会讲到,比如说光合作用 比如说植物们需要水 那我们人类也是需要水 那像昨天呢,我就带了一只,几只干掉的恐龙的玩具 放到水里几天后它就会膨胀 你就可以跟孩子们解释 干掉的恐龙的皮肤会是很干燥的 会是很没有生命活力的 因为水分的关系 所以让它们变成白白胖胖的 就跟我们一样 因为孩子每天在操场上跑来跑去 他们都会忘了喝水 而且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要喝水呢 所以你就可以趁这个时候 跟他解释喝水的重要性 还有阳光,补充维他命D的重要性 然后呢,social study,你怎么延伸呢 你看树跟树之间都没有很近 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解释 social distancing,就是社交距离 每个人跟每个人都要保持一些距离 才得以尊重别人 然后呢,艺术的方面呢 在接下来的图片 你就会看到我们小朋友 剪了许多花 然后用他字母的第一个字 把花贴上去做成艺术品 等一下作品呢 在这影片之后你就可以看到 所以说呢,主题式学习 其实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学习方式 一来呢,你让孩子们觉得 整个两个星期或是整个暑假 你都在同一个范围里面 同一个主题的开展方式 然后扩充到其他的学科 就像有小朋友他会觉得 在长大之后他会觉得 我生命里就是我男朋友 那其实他就会利用到这个主题 他会发现 其实生命里不只是有男朋友 还有你的家人 还有这个社会 还有艺术 还有科学 还有数学 然后呢,我们会带小朋友到后面来数 或我们学校旁边有几棵树 然后借着树叶呢 我们就可以跟他解释 树叶都有不同的形状 所以你就可以把数学带进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主题式学习很好玩的关系 很好玩的原因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此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你留言 那也别忘了订阅哦 其他的教材 在这个影片之后 都以图片的方式显示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